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跑完马了,可以跟大家回顾今天的赛事 有两场值得讲一讲 第七场主题赛事乐星杯 18004米,安琪就顺利赢马回来 陈家稀虽然骑成胜追击,差一点点 那一场就跟快了,略嫌前面是快的 他出门没办法,轻薄,希望守好点位 怎知道中了伏的,没问题 安琪搞定就行了 可以看看他怎么跑 其实那个场面跑下去 都是有点惊险的期间 虽然回来赢了,但看起来 开始也有点担心 你看到那只外档和道区 不知道做什么 今天杨明伦走来跑1400米 放头 还要带你一班 你这只马鞠1200米 赢了 这个时候安琪才开始捉到上去 他已经跑到行一行 已经拍着烧了 哇,杨明伦现在先拉,但已经上了 拉不到 陈家晞也没办法 一定要继续放 他贴着篮 好一点点 如果反过来 安琪在外面就麻烦了 去到这里 把后面的马已经扔掉了 你那些什么姓德精彩 揹着133磅 完全说 跟着也不能扔掉 当然了 状态初出 又重磅 窄一点点 卖到22元 前面 拍着回来 入直路 和道区已经散了 安琪还是轻松的 按住 开始捉上去 是一只扣女 信心保证开始拍上来 但信心保证都运于重磅 132磅 是似不接近的 继续走下去 陈家晞坐稳 打几天左手边 继续保持优势 过终点 绑杯回来 搞定了你那只 盛德精彩 这些形势非常梦幻 有只马银烧一烧 他银力十足 回来 继续保持走势 破了1400米的纪录 比你美丽全城快 可以跑到1分19秒92这个时间 非常之快 完全就是 因为有只马银烧一烧 头三段56秒86 哪里有试过这样应该报处 回来 多数都断了 站在这 但这只安琪 竟然可以在这样的 捕捉环境之下 不断 继续 继续 续弃到23秒06 哇 真是夸张到你不信 但这些事情 我想可一不可再 你不会因为他跑这一场 这样的时间 比美丽全城更劲 哇 这马王 不是这样计算的 大佬 长长计算的 还有 金枪六十赢 金枪六十赢 就更厉害了 对吧 上次 没办法的 这些事情形势 每一场都不同 所以到时要再分析 不是每次都是这样计算的 还有 尾场 不羁的风 都差一点点 大佬 气卫心差一点 大摩都弄好一只马 给你 打算助你开债 谁知道都是 差一点点 回来都是输一点点 看看 步速够快 8秒39 前面起步 当然是拖后 他十一档起步 有个好处 就是不用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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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开债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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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看见前面的马都开始上去 退上一些 这里是山位 入直路就一定不会堵 这里开始 稀威心 这里前面翠狐飞英也上 是这只马虹去斗 这里看过几步的走势很汹涌 这里稀威心站下去 右手边推 前面翠狐飞英也是富裕横抗 顶住 这里几步开始 其实是拍上去黏住 到最后安安了一点 开始坐下坐下 不知节奏有点乱 见到欺慰心 可以再看一次 来近镜 这里推下去 吃不到浪头 推下去推不到 这里又坐又上 有点紧张 那个节奏就不太配合马虹的走势 就是差这里一点 略嫌就是这里 拍着斗 紧张 心急想赢马 开始乱了 节奏 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看上去就是 不太顺畅 最后50位的骑法 回到尹恬了 跑到第二了 没办法了 大摩 大摩 今天 尾那几场也有走势 想起到个孙子 稀威心 也要再等机会 好 要说的也说完了 下次再见 多谢大家支持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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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